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与他闹别扭的这两年 我随便他在外面玩 只要不将人带到我面前 我就可以继续骗自己 直到今日 他将一众人带回家中 我当年和双双为什么分了 身着笔挺西服的沈复炎 姿势优雅 抿了一口高脚杯中的红酒 薄唇一撇 轻蔑一笑 还不是他宋茜搞的鬼 这些日子 要不是他一直拖着 我和他早离了 旁边人跟着附和 他可真是块浑身散发铜锈气的狗皮膏药 可惜了 你跟双双 狼才女貌 又都是一大的 有共同语言 其实 宋茜长得也行 身材也绝 就是额头那块疤碍眼 说他是疤痕体 已经是修复过的了 什么疤痕体 不过是为让我娶他 拿捏我的武器罢了 沈复炎声音中充满厌恶 推了推无矿眼镜 他起身拽着一个路过的年轻女孩 将她抱入怀中 凤眸微眯 冷冷一笑 我从来都没喜欢过他送钱 若给我机会选 我选坐台的 也不会选他 刺人的言语 像锋利的剑 穿透我的心脏 沈复炎又在故意贬损侮辱我 这种情况在最近几个月越发严重 是时候放手了 推开门时 屋内所有人都向我投来目光 好奇的 尴尬的 瞧好戏的 有人挡在了沈复炎身前 欲盖弥彰 让其他人将那女孩拽走 沈复炎却推开了她 搂住那女孩 缓步走到我面前 对我露出轻蔑的笑容后 她又搂着那女孩 转身 面向客厅里的朋友们 来 这位以后就是你们的新嫂子了 叫嫂子 言哥 慎言 沈复炎最好的兄弟梁琪 慌忙站出来推丧她 又招呼其他人过来帮忙 强制分开沈复炎和那女孩 跟着又跑我面前来 略带歉意对我说 嫂子 言哥喝多了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哈 沈复炎却吃笑一声 怕什么 她哪敢跟我生气 可她的话音刚落 我就将盛满水的水杯砸向她 在她不可知信的眼神中 我来到她身边 沈复炎 我想通了 离婚吧 酒杯坠地 碎裂声之后 大厅内瞬间安静 沈复炎眼中满是不可知信 半晌 她又恢复镇定 整理下一山 她来到我面前 你说真的 我平静点头 好 好 好 她鼓掌 大笑 我转身上楼到卧室中 取了她早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签好自己名字后 来到楼下 一是两份 我都已签好 现在轮到你签了 沈复炎接过协议 签字的手微微颤抖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多谢 沈复炎突然加重了声音 泛红的眼睛与我对视一会后 又嘲讽 可别反悔 放心 再也不会了 我从未想到 我和沈复炎会走到相看两声宴的地步 我俩是青梅竹马 宋神两家中间只隔了一条过道 小时候我们常玩在一起 很多时候玩过家家 我是新娘 而她总是我的新郎 那时我很顽皮总在闯祸 每每要癌讯时 总是她跳出来帮我背 小小的身体就像一座山 帮我挡去所有狂风杀力 所以十岁那年 铁架向我们砸来时 我第一反应 就是要像她 对我那样对她 因此 我推开了她 任凭铁架 狠狠砸在我脸上 虽然后面做了修复 但八永久留下 沈复炎是一口答应的 他们时开心极了 牵起我的手 不停转圈圈 还抱着我的脸亲亲 见此两家大人相识一笑 我爸又笑着问我 愿不愿意长大后 嫁给沈复炎 我虽不明白各种深意 但听大人说 结婚就像爸妈那样 在一起生活 便开心地点了头 此后 我俩几乎形影不离 从小学到初中 再至高中 直到上大学之前 那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 开我俩的玩笑 叫我们小夫妻 连沈复炎 也会跟着起哄 红着耳朵 喊我小老婆 大学时 我们的学校 不是同一所 为了以后 帮我爸打理生意 我考进了 工商管理专业 最好的学校 沈复炎却觉得 人不应该被物质束缚 应该追求思想上的纯洁 所以她去学了艺术 大一寒假再回来 她整个人都变了 和我相处 不再像以前那般 没有界限 她对我的称呼 从倩倩变成了送倩 礼貌而疏离 主动打破僵局 热情地跟在她身后 问东问西 却没发现 她眼底的不耐和鄙夷 等我问她 怎么不接我电话 也不回我信息时 她突然冲我发了脾气 让我别像一块 狗皮膏药一样缠着她 还说我一身同嗅气 一瞬间 我愣在那里 觉得自己 可能真的做错了 为此 好几天 我一直在自我反省 直到 她与柳双十指相扣 被我撞见 相撞那刻 她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但很快 她就调整情绪 向我介绍对方 是她女朋友 此生挚爱 今后她要娶的人 而我在她的三言两语中 成为她口中 邻居家的一位妹妹 那些我与她的过往 在她的言语叙述下 只是不懂事的 孩子们之间的玩闹 她看她的眼神 满是爱意 这种眼神 从不曾在她 看向我时出现过 心里像是 吞了一只苍蝇 我不甘心追问 沈伯母同意 你们在一起了吗 我与她 虽未正式办理 订婚仪式 但两家父母 却是有过 口头约定的 况且从小 喊我小老婆的人 如今突然 和别人在一起 要我怎么接受 她不同意也没用 婚姻自由的年代 没有人能阻止 我们的爱情 我突然就笑了 你们的爱情 擦了把眼角的泪 我恨恨地 对沈复妍说 那你曾经 对我的许诺呢 和你结婚的人 应该是我 我就是这样 性子较真执拗 凡是要求个 是非公正 承诺了的 便要兑现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总以正牌 女友的姿态 去找沈复妍 久了 沈复妍对我态度 越来越冷淡 再找不回 曾经的温和与包容 大学毕业那年 我穿着学士服 来到沈复妍的学校 想同他一起 拍一张毕业照 这是我们自小的约定 每个阶段毕业 我们总会站在一起 笑着面对镜头 我记得约定那时 沈复妍说 以后会将这些照片 放到我们的婚礼上 于是 我不顾昔日承诺者 早已变心 怀着对未来的 美好憧憬 奔向穿学士服的她 可在看清 站在操场上的她 开心地搂着 穿学士服的柳霜 并拉着我爱你的 红条服 向她求婚时 我自己构建的 未来世界 轰然坍塌 他们是那么登队 拳头握紧 指甲陷入肉里 血滴落地面 却奇怪地 感觉不到手的疼痛 只有左胸腔 那个位置 在剧烈抽疼 夏日的猎羊 透过层层树叶 打在我脸上 热辣滚烫 缠鸣阵 像似响雷阵阵 捂住心口 隔着操场 看着在同学们的簇拥下 笑得幸福的他们 我咧嘴善善笑了 何必呢 人家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对 而我 为什么要让自己 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如此下贱 我到底爱审妇言什么 其实 我只是不甘心罢了 不甘心曾经的那些美好 只我一人记得 只我一人留在原地 不愿向前 再也不熬夜蹲点 秒回他 一切不定时的信息 再也不花费心思 整理他所有的喜好 给他制造惊喜 只为让他在朋友面前 有面子 许是我的知趣 沈傅妍倒是又恢复些 从前待我的态度 开始频繁给我发信息 聊些有的没的 某次深夜 他甚至还突然给我发信息 说想我 可是又秒撤回 说发错了 我被浇灭的心 又燃起熊熊烈火 却又被我大学中 结识的最好闺蜜炎炎 一句话典型 在心理学上来说 他这只是惯性 依赖心理的表现 很快 他的这种感觉 就会被别的事物 转移注意力 你说姐就想不通你了 你也睁眼看看 你同桌呀 就逮住沈渣男 这棵歪脖子树了 如果你还想落得 和以前那般 那你就飞蛾扑火吧 姐是不会再管你了 所以 当他再发来信息 约我像以前一样 单独为他庆祝生日时 我给他回复信息 沈复言 如果不想我多想 那就互相拉黑删除吧 我其实还是有试探的心理在 沈复言过了很久很久 才给我回复 指一个字 好 我不再胡思乱想 快速操作拉黑删除 几日后 我爸说 在别处看上了一套新房子 很快 我们全家就搬了过去 与沈家没有告别 因为我爸对沈复言的意见很大 很是生他的气 至此 我和沈复言之间 在无交集 再遇上 已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 得了癌症的沈母祸不单行 因为对赌协议 她的公司面临破产 她找上了我爸 想求我爸帮忙 我不知道 他和我爸聊了什么 我只知道 俩人谈完后 我爸跟我说 让我做好当沈复言新娘的准备 我惊诧 为什么 我记得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我爸一言不发 深深看我一眼后 拉起我 将我拉到我房间的地下室 打开灯 指着贴满墙的照片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只想我女儿开心 墙上的照片 是我和沈复言的合照 从穿开当裤 牙牙学语 到长大后勾肩搭背 笑着面对镜头 一张一画 勾勒我目前人生的三分之二 自从搬家后 装点好这里 我每天都会来这里 坐两个小时 我骗不了自己 从我拉黑删除她那刻开始 我便日复一日地想反悔 有时候 我还会跑到曾经的家那边 偷偷看上她一眼 可是 沈复言有女朋友的 我不想再次犯见 我垂眸 分手了 我爸揉揉我的头 像对小时候的我那样 沈泰说她先前单独约见柳霜 想着自己走后 儿子有个伴 便放下一直不喜欢柳霜的心结 同意了他们的结婚请求 但柳霜 在听到破产那刻便翻脸了 奚落沈泰家破败了 才想起自己 她家虽然不如沈家富裕 但好歹家里还开了家超市 之后 当着沈泰的面 拉黑删除了沈复言的所有联系方式 沈泰挺喜欢你的 一直跟我说 能高攀你做她儿媳 她想都不敢想 我在电话中和沈复言谈妥了 你只管嫁过去 现在没人给你气瘦 也没人会欺负你 搬家那年 我爸的生意越做越大 如今我们家早就远远超过他们家 沈母言高攀 也不是夸张 叹了一口气 我爸又揉揉我的头 女儿想要什么 爸一定都给你实现 和沈复言见面那天 她正从沈母的病房中出来 看到来探望沈母的我 她愣了下 但随即又斩眉冲我笑 像是小时候的她 又回到我面前 我欣喜若狂 急奔急步 靠她近一些 伸手要抱上她那刻 却瞧见她眼底的一丝冷意 我顿住 装作落落大方的样子 双手还上她的肩膀 像老朋友那样 轻轻拍了两下 沈复言 好久不见 沈复言脸上 有疑惑一闪而过 之后 她温声回我 好久不见 欠欠 之后 便是沉默 外头烈日 像那年大学 拍毕业照时一样 透过窗户 打在我脸上 只是 这次脱变色玻璃 和空调的庇佑 我没再领教 当年的热辣滚烫 自嘲一笑后 我开口打破令人尴尬的沉默 你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可以去找我爸退婚 不用 她声音急切 脸上有些发红 我同意的 我只是 只是 还不太习惯 我错愕 愣在那里 她靠近我些 伸手 摸上我额头的伤疤 眼中 是看不到底的黑 似透着深情一般 你家帮了我家这么大忙 我小时候 又答应过你爸娶你 如今我以身相许 也不算什么 况且 我对你 也并不是毫无感情 一瞬间 我藏在身后的紧握双拳 放松开来 嘴角含笑 眼中闪着泪光 投入面前人的怀中 结婚的前两年 我和沈傅妍相处得也算甜蜜 尽管她是被迫和我结婚 但毕竟有儿时情分在 那时候 她也曾在我生病时 守着我几夜不眠 也曾在我生闷气时 为逗我开心 想尽言语逗我 我们仿佛又回到曾经 她眼中只有我 叫我小老婆的年代 只是 她和我 一直没圆房 我曾暗示过几次 但都被她言语搪塞过 她其实 还是有心结在吧 我曾几次在她眼底 发现一丝 她对我的防备和探究 我不懂她 为什么会对 我有这种心思 我曾畅想 或许等结婚的第三年 她就愿意放下心结 和我圆房 我们也将孕育爱情的结晶 可是 变故来了 结婚的第三年 沈母去世 沈复岩接手公司的第一个月 遇见了柳霜 说是遇见 不如说是终于让她再找回家人 这些年 她一直在打探柳霜去哪了 彼时柳霜已结婚 对方是个身家不如沈复岩的商人 她也早已舍弃大学时 所学专业 与丈夫一起在商界打拼 我不知道柳霜在沈复岩面前说了什么 我只知道沈复岩再回来 一只手就掐上了我的脖子 将我抵在墙边 是你 是你联合你爸与我母亲 陷害柳霜 若不是你们的陷害 我不会对柳霜死心 也不会因为对你受伤的愧疚娶你 一切都是你的计谋 为嫁我不择手段的计谋 恐怕 你当年的失联 也是一种欲情故纵的把戏吧 吊着我对你的思念 为以后嫁我铺路 我家破产这事情 也是编得瞎话吧 既能自圆其说陷害双双 又能让我对你们家心生感激 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而今沈母的公司 这些年在我和我爸的运作下 已然蒸蒸日上 我被沈傅妍掐得呼吸困难 使劲拍打她的手 不是的 沈傅妍 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即使不信我和我爸 你也总该信你亲妈的话吧 我亲妈 她对双双一向没有好感 又是个惯会扒高踩低的商人 她的话只会向着你们 你要我信她 若没有你们的诡计 我和双双今后 定会在艺术界有一番作为 而不是双双沦落为庸俗的商人 离婚吧 我不想和你这种 浑身沾满铜锈器的心机女过日子 不 这是误会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 就不明不白的离婚 随你 自此后 沈傅妍便日日不着家 风流运势 在圈子内被好事者疯传 她在逼我就犯 我爸想收拾她 被我阻止了 我总想着 等误会解除 她就会与我和好如初 我纵容她 守着空房用往日恩爱欺骗自己 只要她不将人带回家中就好 直到现实狠狠扇了我一耳光 她在我面前 上演今日这场叫嫂子的闹剧 拖着他们 我坐升降梯来到楼下 楼下 沈傅妍怀中又换了人 那人 竟是柳霜 此刻众人正举杯 庆祝柳霜也离婚 恢复了单身 想起收拾东西时 我曾听到车子进门声 便心下了然 继续脱箱往前走 沈傅妍却拉着柳霜的手 挡在我面前 站住 我看向沈傅妍 有些不解她为何要挡道 什么事 跟双双道歉 沈傅妍已是凌人 我气笑了 看向柳霜 我为何要向她道歉 柳霜扯了扯沈傅妍的衣角 神情委屈 傅妍 算了 当年的事早都过去了 算不了一点点 道歉 说着 沈傅妍踹了一脚我的箱子 将她踹翻在地 里面的东西 全都洒了出来 一片狼藉 啪 我一巴掌扇在沈傅妍脸上 怒吼 沈傅妍 你特么的别再在我面前犯贱 她说的话就那么可信 比养了你几十年的妈 和与你朝夕相处十几年的青梅 还要可信 你特么谈个恋爱 连脑子都谈没了吗 许是从没见过 这样声色力染 还抱粗口的我 沈傅妍呆住了 愣愣看着我 情绪上来 我控制不住自己 索性继续怒吼 不 你不是没脑子 你是一直对我 却也不想想 你吃的喝的 如今过的富裕日子 哪一样 不是我们这些 身上沾满铜臭气的人 给你换来的 你以为今日 这满屋子的人 又是因何会站在这儿 对你溜须拍马 你搞艺术搞来的成就吗 沈傅妍 你真让我恶心 这些年 我当真是瞎了眼 才会喜欢上你 这种天执 又自以为是的人 擦掉眼泪 我将东西 胡乱塞进箱子 在各种眼神中 昂首挺胸离开了沈家 半路上 我遇见一位 看上去有些面熟的流浪汉 要不是他满身泥泞 破衣烂衫 胡子拉叉 像是流浪了许久 我可能会因为 他眼角那颗坠泪质 将它认成我大学时期的同桌 只是我那同桌 家境优渥 极是洁癖 绝不会把自己 弄成这副样子 想着我箱子 和箱子中的东西 能换不少钱 寻思丢垃圾站也是丢 便将提箱送给了他 收到我的箱子 他瞪大双眼 满是不可置信 我冲他微微一笑 没关系 就是送您的 不用谢 哦 还得请您稍等一下 说完 我将箱子拉开 掏出里面的离婚协议书 将箱子合并后 又递给流浪汉 然后 我潇洒转身 叫了一辆出租车 感觉一身轻松 断 便要断得彻彻底底 干干净净 这次 我要和过去的感情 彻底告别 之后 我来到我爸的房间 告诉我爸 我已和沈父 言签了离婚协议 我爸开心坏了 五十多岁的小老头 在屋子里蹦蹦跳跳 因为对我的担忧 很多年 我爸他都没这么开心过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自私 我行我素的这些年 从未想过亲人的感受 任他的心 被放在火炉内 慢慢炙烤 我爸在宣泄完情绪后 便拿起电话 恢复总裁的气势 指点电话那头的人 要求停止 与沈家的所有来往业务 等他电话一个个打完后 他冲我眯眼一笑 既然恢复单身 那就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叫上你的小姐妹出去逛逛 老爸给你买单 我点头 也眯眼一笑 回应他 掏出手机 我拨通闺蜜的电话 言言 我想通了 我跟沈父岩离婚了 啊 太好了 听童里传来闺蜜夸张的欢呼声 小倩你终于想通了 快快 到雅舍来找我 姐妹我正和朋友们喝着呢 这里帅弟弟多的是 姐带你寻第二春 月至中天时 我出现在雅舍 雅舍 据说是上京童年人物 常来的地方 他的老板是近几年 迅速崛起 身家数百亿的商界新贵 小倩 你可算是来了 姐妹还以为你又反悔了呢 刚推开包间门 闺蜜吭腔有力的声音 就透过层层声浪 传至我耳中 她起身将手中酒杯塞到我手中后 就拉我至为满人的桌前 参与他们的大冒险游戏 几轮下来 我终于被逮到 闺蜜眼睛泛光 带头呐喊 让我现场选个帅弟弟 当众接吻 我此刻已经微醺 整个人轻飘飘地 笑着说好 却一直在众人的围观下转圈圈 选人的手 迟迟不落下 怂恿声此起彼伏在身边喧嚣 许事太吵 房门被突然推开了 一位脸庞冷意 这高级定制黑色休闲套装的男子 出现在门口 声音骤停 大家全都望向门口 有认识男子的人惊慌开口 程白宇大佬 天 这不亚设老板吗 大佬 可是我们吵到你了 程白宇扫拾一圈后 淡淡道 没有 我来找个人 人声嘈杂 吵得我头昏昏沉沉 闺蜜用胳膊戳戳我的腰 这不是咱大学冷酷笑草成星吗 他竟然是这亚设的老板 这小子 藏得可真够深的 话说这哥保养得真不错 依然这么极品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你俩是同桌 关系还不错吧 那时候 我总觉得 这哥对你有意思 可惜你的心 只在沈复炎那渣男身上 我跟你说话那小倩 你打什么盹 腰又被戳了一下 我一个机灵 啊 闺蜜看着我 又好气又好笑 侧身问旁边人 这个单身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闺蜜邪魅一笑 将我往前一推 去亲你的大冒险对象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天哪 这下他要完了 上次骚扰大佬那人 被送去了热带做苦工 啊 闺蜜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 老同学 看在我闺蜜醉了的份上 又曾经经常给您带早餐 帮您和别人打架的份上 您别和他计较 同时双手并用 想将我从成白雨身上扒拉下来 成白雨却向闺蜜摆摆手 将我搂进怀中 声音温和 无妨 倩倩喜欢 就随她吧 一瞬间 房内落针可闻 后面的事 我便记不得了 再醒来 是被手机铃声吵醒 闺蜜打给我的 小倩 快给姐妹讲讲 昨晚战况如何 极品功夫好不好 啊 我眉毛促起 环顾四周 才发现我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内 你醒了 男人悦耳的声音传来 是身着白色睡衣的成白雨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 将她出色的五官勾勒得立体分明 胸前的八块腹肌 在阳光照射下 于睡衣后若隐若现 低头看到身上的睡衣 以及掀开睡衣领口 发现睡衣下 为着寸吕的身体 不禁尖叫出声 咱俩睡了 听到我的尖叫 成白雨那张生人雾尽的脸上 突然浮现一丝委屈 她几步窜至床边 俯身坐下 将头搭在我肩膀上 你力气好大 我推不开你 就 说到这里 她抬起头 一双眼睛一顺不顺盯着我 我还是处男呢 如今被你破了处 你可得对我负责呀 在我越发震惊 怀疑的眼神中 一米八几的她 都起嘴 手握成拳 在我胸口轻轻捶了一下 怎么 人家还能骗你吗 你看 证据 她将自己的手机递给我 给我看里面的视频 视频中是我家楼下 她让我下车 我在车内 像扒爪鱼一样 似扒着她不放 闺蜜在一旁帮忙从她身上往下扒了我 在听到我说了一些话后 突然勾唇一笑 开心地和成白雨道别 任她将我带走 我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跳 脑袋比昨天喝酒时还疼 当时让你下车回家你不下 还跟我说 你长这么大了 还没开过婚 今天一定要把我给开了 唯唯曲曲说完 她又将脑袋搭在我肩头 还拉了拉我的两只手 示意我将她环抱进怀中 脑袋炸裂 被扯烂的衬衫 我急不可耐的手 将对方压在床上 游走在对方脸上的我的红唇 都是我干的好事 可是我并未觉得身体有异样 第一次的话 不应该疼吗 那个我喝醉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修男 脸臊红 所以呢 这仗你是不打算认了 渣女 程白雨手掌在我胸口 又轻垂了一下 我不管 你一定要对人家负责责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放心 看着怀中的娇俏帅哥 我俯额常态 喝酒误事啊 你要怎么对人家负责责呢 她继续追问 娶你 被她带偏 我脱口而出 意识到不对劲 正要改口 她却说 好 可我离婚手续还没办完 我慌了 我并没做好 迈入下一段婚姻的准备 我知道 我等你 她声音浅全 你不介意吗 程白雨起身 双手支撑在我身体两侧 与我平视 眸中神色温柔 深情 倩倩 我等这一天 等了很多年了 程白雨郑重点了点头 可是 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我性格执拗 脸上还有一道可怖的疤痕 倩倩 喜欢一个人 是没道理的 我只知与你相处的岁月中 我很开心 你就像太阳 让我这个曾经缺失家庭温暖的少年 得到了温暖 可是 我还没做好 怕说出的话会伤到他 一时间我有些尴尬 不知所措 倩倩 程白雨打断我 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其实 有件事我得向你坦白 什么事 尴尬被转移 我好奇地追问 其实 什么 其实 咱们昨晚 昨晚怎么了 昨晚 咱们什么都没发生 见我懵了 程白雨笑出了声 声音很是好听 我听了好一阵 才反应过来 咋完 我也跟着笑起来 好一阵后 程白雨神情又恢复严肃 但 倩倩 怎么了 想和你结婚的事 我是认真的 你的备选名单 不妨考虑一下我 可 你不用现在就给我答复 等你与我相处一段时间后 再告诉我 好吗 看着他温柔而真挚的眼睛 想着 我不能因为一个沈复言 就否定所有人 深陷尼泽 不再相信爱情 于是我郑重点头 好 等我领了离婚证后 咱们就正式相处 第二日 我与沈复言 来到登记处 办理离婚手续 再次会面 我很平静 全程除了工作人员的问话 我几乎没开口讲过话 整个过程很顺利 因为当年领证前 在我爸的坚持下 两方签署过婚前财产协议 所以 并不存在复杂的纠纷 登记过后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三十日后 再一起来领离婚证 流程走完 我戴上墨镜 起身走人 门口处 却被沈复言拦住去路 宋倩 别以为让你爸停掉 与我公司的合作项目 我就会向你服软 我告诉你 等冷静期满 我势必一定会与你来领离婚证 自作多情 我忍不住冷笑 那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不再与他纠缠 我抬腿迈步 继续向前 之后的三十天 我总感觉度日如年 如果不是我新开了一家公司 每日业务繁忙 恐怕我会等得疯掉 好在 那日终于到来 领离婚证那天 沈复言带了柳霜一起来 在与我进门办理手续前 他和柳霜上演了一出吻别 我看着恶心 便丢下他先行进门 刚走两步 沈复言就跟上来了 宋倩 你真让我恶心 我莫名其妙 别以为将公司老员工都挖走 我就会顺你心意 再与你和好 我的心中只有双双 我了然 难怪他今日带柳霜来恶心我 后来 我和沈复言结婚后 我爸就将公司交到了我们手上 由于沈复言的心思不在这上面 再加上沈母当时病重 所以公司基本是 我在管理 后来我俩关系交恶 公司就回到了沈复言手上 只是他并不是做这块的料 公司交到他手上后 他人淡如菊 处处看不起那些 做事有手段的老员工 被打压得很惨的老员工 纷纷纷纷找上我 想让我再回公司管事 但被当时的我一一推掉 那日与沈复言办完离婚登记后 想着我爸公司和沈复言公司 合作的项目 停调挺浪费的 便在我爸的投资下 开了一家新公司 将这些老员工都收了过来 想至此 我冷冷一笑 无声骂了句傻逼 与沈复言领完离婚证的第六个月 他的好兄弟梁琪 给我打来了电话 彼时 我正与程白宇 在等待杨历年跨年倒计时 嫂子跟你打听个事 严格喝醉未病犯了 他说要救在你们卧室中 但我找不到 我皱眉 想挂掉电话 但想到梁琪一直都很尊敬我 便回复他 如果卧室布局没动 要在床头柜子的抽屉里 既然找到了 我就挂了 看着在一旁被我冷落得成白雨 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因为公司业务繁忙 我已经爽约他很多次了 嫂子先别挂 还有什么事吗 你回来看看严格吧 自从他公司倒闭 柳霜气塌而去后 他便日日酗酒 一直在念叨你的名字 倩倩 对不起 对不起 听筒中有沈复言含糊不清的声音传来 梁琪 嫂子 我在 我已经和沈复言离婚了 你以后可以叫我送倩 或者倩姐都行 可 嫂 倩姐 严格她 梁琪 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还有十秒就要倒计时了 我不想和我的爱人 错过这个时刻 所以就先挂了 十 九 八 二 一 倒计时结束 新年终生响起那刻 属于我们的爱情元年开始了 再次与沈复言相见 是在我最爱去的那家餐厅内 彼时 我刚挂掉电话 正要踏入餐厅门 与坐在餐厅里等我多时的成百与会面 倩倩 好久不见 说完这句话 沈复言便自顾自挡在我身前 续续就吧 我皱眉 只是对面显得异常消瘦的沈复言 抱歉 我约了人 还有 我与你并无就可续 请你让路 倩倩 我为之前的混账 向你道歉 只求你别再和我支气了 原谅我好吗 我已经知道柳霜的真面目 当年的事确实与你无关 是我冤枉了你 你打我骂我都行 只要你能原谅我 我们还像过去一样 我是你的小老公 你是我的小老婆 我们再和好 好不好 见我无动于衷 沈复言的眼睛越来越红 声音也越来越陡 脸上 是我不曾见过的讨好神情 放着以前 我肯定心疼坏了 但如今 我的内心却没有任何波动 沈复言 我已有未婚夫 我们很快便会结婚了 我不信 你爱了我那么多年 我不信你在这短短半年内 就另寻了新人 沈复言突然喊出声 我看到成白语正 一脸担忧地向我奔来 我冲他抚慰一笑 在他来到我身边时 牵起了他的手 介绍一下 对面这位男士是沈 我知道他 倩倩 成白语打断我的话 对我露出微笑 然后看向沈复言 很绅士地向他伸手道 你好 沈先生 我是送倩的未婚夫成白语 成白语中纸上的戒指 很是闪亮 沈复言愣住了 又看向我的中纸 在发现我也戴着同款戒指后 他的脸色变得就像那年 我听到他向我介绍 柳霜是他今后 要取的人时的模样 倩倩 你是真的喜欢他 我侧身 看向成白语 两眼一弯 声音温柔 我真的喜欢 沈复言沉默 垂下头 半嗓没说话 咕噜 是我的肚子在响 先落座 吃饭吧 成白语看向我 声音温柔 我已经点好了餐 我点头 不再管沈复言 和成白语手牵手 回到餐桌前 诺 虾 已经帮你去好了皮 刚落座 成白语就将一叠虾 放到我面前 你最别忘了加辣 欠欠爱吃辣 沈复言竟没走 此刻在我们身后插话 话音刚落 他便在我和成白语的对面 拉了把椅子 大辣辣落座 他不爱吃辣 成白语神情严肃 他吃辣过敏 你不知道吗 沈复言诧异 抬头看我 我也诧异 转身看成白语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爱吃辣 又过敏这件事 从没对他提过 因为过敏症状 并不是多严重 而我又一贯 爱迁就别人的口味 并不会明说 留心便会发现 说完 他揉揉我的头 又开始帮我挑鱼刺 原来 在意自己的人 便是不说 也会时刻留意 而沈复言 从小到大 我陪他吃了上百顿 他所爱的麻辣火锅 他一次也没发现过 那一餐还未结束 沈复言就默默离席了 再相见 便是在我与 程白语的婚礼上 他举起酒杯 红着眼睛对我说 倩倩 祝你新婚幸福 我和程白语对视一笑 也向他举起酒杯 谢谢 转身那刻 我听到沈复言带着哭腔 小声难难 小老婆 我想反悔了 身为我伴娘的闺蜜 与我相视假笑 咬牙低语 迟来的深情笔草剑 和程白语的新婚业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那年 你是怎么知道我离婚的 推了一把正在我身上 趴着乱亲我脸的人 这种时候 你怎么会想起这件事 程白语咬牙切齿 回答我吗 其实 我不想告诉他 我是在害羞 你还记得 你曾经送了两只箱子给我吗 我看到你从箱子中 掏出了离婚协议 那个流浪汉真的是你 难怪我当时觉得那么想 你当时为什么要装流浪汉 公司要做一款游戏 他们找模特 找到了我身上 为支持他们 我便扮演了一把流浪汉 却没想到会遇到你 他声音感慨 突然又画风一转 倩倩 嗯 你知道我当时得知 你离婚了 我有多开心吗 我开心地 跳了一晚上的星星舞 说着 他竟真的站起来 模仿大星星的样子 跳起了舞 滑稽的动作 惹得我哈哈直乐 在我笑得快要不行时 成白雨将我抱入怀中 眼中寒情 所以老婆 你现在还害羞吗 原来他竟然都知道 他的话还没讲完 我的吻便落在了他唇上 老公 春宵苦短 咱们莫要辜负 故事二 亲生儿子和养子 同时举行了婚礼 这本来应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没想到 一辆大卡车将我撞倒在地 碾碎了我的身体 要是知道我的侄儿子 为了替我报仇 会变得面目全非 我那天说什么也不会 大半夜替侄儿媳妇出门取东西 我出车祸了 身体被一辆货车碾碎 当场毕命 警察通知亲属 来认领我的遗体 儿子杨明宇趴在我身旁痛哭 就连一向稳重内敛的丈夫杨小 都悄悄红了眼眶 我叹了口气 在刚刚操办完杨明宇 和养子王之号的婚礼后 他们又要忍痛反过来 为我操办丧事 大约是因为放心不下他们 我的魂魄并未立刻离开 反而一直游荡在他们身边 可奇怪的是 一向和我最是亲近的王之号 不知道去了哪里 直到我被推进去火化 他都没来见我最后一面 很快我就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杨明宇和王之号 在我的葬礼上打了起来 很多天没有见 我贪婪地盯着王之号清秀的眉眼 没有注意到他不同以往的穿着打扮 正在这时 杨明宇红着眼睛扑上去 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出声 你还敢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 王之号身边 一直紧跟着的标形大汉 很轻易就将杨明宇踹倒在地 跨坐在杨明宇的身上 两拳就将他揍出鼻血 直到王之号摆了摆手说 够了 退下吧 那男人才停手 退到了他身后 杨小气得浑身发抖 之后 如果你今天是来送你大姨最后一程 就好好陪他说说话 如果不是 就请回去吧 王之号从他的爱马仕里 拿出一叠钱递了过来 那么多年 辛苦你和大姨了 我已经认回我的亲生父亲 明天就坐飞机去国 听到这句话 杨明宇从地上跳起来 一把将他手上的钱打飞 你滚 我母亲刚去世 你就迫不及待认祖归宗 我杨明宇不认你这个兄弟 王之号冷笑两声转身离开 面对亲朋好友的指指点点 杨小捂着心口跪倒在地 我的葬礼瞬间乱作一团 我在洋洋洒洒的人民壁中 心如刀割 王之号其实是我妹妹的儿子 他在生下王之号 没几年后便撒手人寰 而我的妹父王明 以极快的速度再婚后 移居了国外 将王之号扔给了我母亲 王之号大约知道 家庭遭逢了巨变 跟在我母亲身旁 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 生怕再次被抛弃 我看着小小的 却倔强的他 当即就决定要收养他 面对我的决定 丈夫一开始并不赞同 而面对和自己争强母爱的王之号 才刚满三岁的杨明宇 反应更加激烈 在我的不断努力下 杨明宇终于融入了我们的家庭 我一直以为 我们能和谐幸福一辈子 但最终还是在婚礼那天梦遂了 杨明宇和王之号 同时谈了女朋友 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我和杨小为他们操办了一场 两对新人的婚礼 婚礼上 那个彪形大汉不请自来 直接给王之号送了一张黑卡 告诉他王明想认回他 请他去国外一趟 当时王之号冷着脸拒绝了 你转告他 从他丢下我那天 我王之号就再也和他没有关系了 我的右眼皮就是从那天开始一直跳动 那时候我没有发现 王之号的新婚妻子 在看到大汉的那一秒 表情明显变得不自然 救护车呼啸着把杨小送到了医院 抢救即时 他的身体并无大碍 但医生还是叮嘱他注意自己的心脏病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病房外的转角 乔装打扮过的王之号 拦住了主治医生 递过去一个牛皮纸袋说 辛苦您了医生 我姨父的病还请您多上心 三人间太吵闹了 请您周旋一下 给我姨父转到楼上的 VIP病房 她明明很关心杨小 却不愿意进去看一看她 我很疑惑 抬手想要抚摸她 看上去布满红血丝的双眼 但手指却只是穿过了她的发烧 听说她要和王明和好 不失落是假的 但我依旧希望她能得到更好的生活 祝你一路顺风孩子 我在心里默念 转身想回到病房 却发现自己的魂魄 不受控制地 跟着王之号走出了医院 那名大汉在医院外拦住了她 满脸写着不赞同 少爷 老爷吩咐过让我看好你 不得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如果你经常甩了我单独行动 我只有把你绑起来 带上飞机 我呆呆跟在他们身后 大汉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只是认个爹而已 为什么连人生自由都失去了 王之号没有和她争辩 回到我给她置办好的新房时 她的妻子秦儒正在收拾行李 和王之号的满面愁容不同 秦儒的脸色带着喜悦的红韵 她在看到王之号开门的那一秒 硬生生将翘起的嘴角压下 表情看上去十分诡异 王之号定定凝视了她两秒 家里最近又没什么喜事 大红色连衣裙就别穿了吧 说完她转身走回房间 没再多看秦儒一眼 夜深时 王之号抱着被子 冷淡地对搔手弄姿的秦儒说 我去书房睡 秦儒不甘心 一脸期待地拽住她的衣袖 爸爸肯定希望我们能早点 生个孩子给你们王家传宗接代 王之号的表情更冷了 谁是你爸爸 秦儒咬着下嘴唇 楚楚可怜地说 阿浩既然已经决定回去了 就应该和爸爸搞好关系不是吗 我也是在尽王家儿媳妇的义务罢了 我记得结婚前你和我说 你在三十岁以前不打算生孩子的 是什么让你那么快改变了主意 该不会是王家的家产吧 王之号饶有兴趣地盯着秦儒变幻的表情 然后拂袖而去 留下在房间里哭泣的妻子 她曾经温润如玉 且风度翩翩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极言吝啬的模样 我很想训她两句 对待自己的妻子不能这么冷漠无情 却发现她站在窗边垂泪 手里紧紧握着一个已经有些破旧的护身符 那一瞬我有些枉然 其实一开始王之号并不太适应和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 有什么事情都悄悄憋在心底 而我和杨小工作实在是太忙 总想着两个孩子在一起会互相照应 以至于她七岁那年 高烧三天晕倒 被老师送进医院 我才知道她病了 她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星期 差点没有就过来 那一次我怕极了 从不相信鬼神的我去寺庙里 给她求了这个护身符 送给她时 她和往常一样 眉眼淡淡 我以为她早就扔了 没想到她一直戴在身上 我凑近她 听见她的喃喃自语 大姨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死的 我一定会为你复仇 我耳边如惊雷乍响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死 就是一个意外 可按照王之号的说法 我的死另有隐情 我一个普通白领 没有任何仇家 究竟是谁想要我的命 我禁不住和她一起陷入沉思 清晨 王之号带着秦儒 刚要开车离开 就被匆匆赶来的杨小拦住了 我看着杨小身上的病号符 一阵心骄 之号 从你大姨走后 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谈谈 我转病房的事 是你安排的吧 杨小一脸期盼地 看着单独从车上走下来的王之号 试图从他的表情中读出一丝不舍 可惜他只是面无表情 既不否定 也不肯定 杨明宇拳头松开又握紧 他递过来一个文件袋 忍不住出言讽刺道 看看里面的资料吧 你亲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小心被从天而降的馅饼砸死 没想到王之号却突然发怒了 就你们这样的底层贱民 也配在背后议论我父亲 说完他打开文件袋 将里面的纸丝碎扔在了杨明宇的脸上 杨明宇刚要发飙 便被王之号一把推开 快滚吧 别再让我见到你们 在杨小的叹息声中 他坐上车 绝尘而去 花费了一整天 王之号终于辗转来到了一栋 坐落于海边的大别墅前 时隔多年 我再次见到了我的妹夫 却没想到 当年意气风发的她 如今已经尽显老太 衬托的身旁 与她再婚的杨妞玛丽 越发热拉性感 王明一个眼神 玛丽就扭着臀 离开了客厅 王之号只是冷淡地坐在一旁 秦如却已经提着早早准备好的见面礼 迫不及待迎了上去 一口一个爸爸叫得甜腻 我想起婚礼那天 他对着我和杨小别别扭扭地说 叔叔阿姨 我们认识才不过半年 我实在是叫不出口 摇摇头叹了口气 王明并没有那么容易讨好 秦如很快就被请了出去 王之号靠在沙发上 脸上挂着细血地笑 说吧 过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突然派人来找我 我得了很严重的尿毒症 需要换身 而你 我唯一的儿子 就是最好的慎原 王明轻声细语 仿佛在说什么 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气得发狂 在王之号耳边疯狂咆哮 快跑吧孩子 虎毒尚且不食子 王明就不是人 可惜他听不见我的嘶喊声 王之号点了点头 如果配型合适 我没什么意见 但我要你将我安排进公司 给我一个有实权的职位 王明同意了 本来公司的事情 以后也要让你接手 你提前进去历练 也是应该的 等在一旁的秘书 很快就把合同递了过来 晚上 王之号一改之前的冷淡 主动将秦如拥进怀里 暧昧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 我坐在窗边一边流泪一边叹息 比起钱多钱少 我更关心他的身体健不健康 他怎么就轻易答应了王明的条件 等到秦如睡熟 他慢条丝里扣上衬衣扣子 修长的手指在秦如的脖梗前笔划着 秦如啊秦如 且让你过两天好日子 等我找到那个肇事逃逸的司机 杀亲之仇我定会让你血债血偿 我耳边如惊雷乍响 我出车祸当天 确实是因为接到了秦如的电话 他请问我去一个非常天僻的地方 给他取个东西 我才会在大晚上骑车路过那条 一到晚上就全是大货车的路 我当时不宜有他 现在想来 我一开始被撞倒在地 其实还有意识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司机竟然再次开车 朝我撵了过来 我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王之后把秦如带回家 我就拿他当亲女儿那样疼爱着 我实在想不通他 为何要将我置于死地 但我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 王明对王之后的表现十分满意 放松了对他的监视 某个午后 在王之后出门后 他单独和秦如见了面 秦如脸上堆着笑 干爹 女儿帮你把王之后 完完整整带了回来 这次任务完成的还不错吧 王明冷哼了一声 有点小聪明 但下次还是要按照原定计划行动 国内法律法规健全 我本意只叫你找人 将那老太婆撞成重伤 逼我儿子回来认亲 你却直接把人撞死了 你可真够狠的 哼 那老太婆 扣扣嗖嗖嗖 连三十八万的彩礼都不愿意给我 本来就该死 秦如不以为意地说 我现在只恨自己眼瞎 没有看出秦如的本来面目 我飘荡出去 找到了坐在咖啡厅里的王之后 却没想到 过了一会儿 乔装打扮过的玛丽 坐在了她的对面 她递过来一个U盘 好 为了帮你摸清出 公司里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 以及这些人的弱点 我可是做出了不少牺牲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言霸他用毫不掩饰的热辣目光盯着王之后看 一双长腿隐匿在桌布下 摩擦着王之后的西库 王之后笑意不达眼底 等我确认了这是我想要的 也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在两人的交谈中 我知道了因为有婚前协议的约束 王明的钱和玛丽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因为肾有问题 她不仅没有办法靠怀孕瓜分遗产 还独守空归好多年 谈完了正事 两人很快就稳到了一起 玛丽软坐一滩水 堪堪靠在王之号怀里 而王之号自始至终神色清明 不带半分情欲 玛丽还想要进一步动作时 王之号微微侧过头避开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分开前 杨幽恋恋不舍地说 你爸黑白两道通吃 你千万要小心他 王之号上了出租车 随后他拨通了一个号码 和对方说道 那里没有监控 肇事车辆的车牌上全是泥土 看不清楚 但我在秦儒的手机里发现了 这笔不寻常的转账 你查查看收款人是谁 挂了电话 他松开领带 提倦地揉了揉太阳穴 王之号想要取代王明 成为公司的掌舵人 但他毕竟出来乍到 只能徐徐图之 好在有了玛丽的帮助 他很快就利用那些资料 拉拢了一批对王明不满意的高管 他们形成了一个秘密联盟 共同商讨如何削弱王明的权利 同时他暗中收买了一些关键部门的员工 让他们暗中破坏王明的决策 制造混乱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明逐渐察觉到公司内部的不寻常 他发现一些重要的决策 在执行过程中总是出现偏差 一些关键部门的业绩也开始下滑 他开始怀疑公司内部有人在暗中捣鬼 但却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 很快 王之号加大了对王明的攻击力度 当媒体曝光 王明因身体原因 可能无法继续执掌公司时 王明终于将王之号找去谈话 我很欣赏你的手段 但你若是以为这样就能架空我 岂不是太小看我了 王明一边说 一边用手揉捏着玛丽的仙腰 王之号还没说话 他又继续说 你该不会以为被你花言巧语几句 玛丽就会背叛我吧 你以为那个优盘是谁叫玛丽交给你的 王之号露出气急败坏的表情 王明似乎很享受他的抓狂 一脸戏谑地看着王之号 那几个人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一直找不到理由让他们滚蛋 还是你厉害呀儿子 那么快就让他们自己露出马脚 王之号猛地起身将桌子上的茶水扫落在地 冲回房间里重重降门砸上 房间里 秦儒正在看他放在桌上的一本医学杂志 我凑过去瞟了一眼 隐约看见上面写着 尿毒症特效药等字眼 王之号看见秦儒私自翻动自己的东西 冷着脸将秦儒手中的杂志盒上放进了抽屉里 甚至用钥匙把抽屉锁上了 夜深人静 秦儒趁王之号睡着 偷偷溜出了房间 干爹 你叫我监视王之号 他果然有二心 他明明找到了一种可以给你治病的特效药 却不让我知道 想办法知道是什么药 弄清楚真假 王明吩咐道 我跟着秦儒 他和王明的对话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飘回房间 原本应该熟睡的王之号坐在床边 手机上闪烁着微光 于而以上钩 开始下一步行动 秦儒立功心切 他很快就把杂志偷了出来 联系了上面的制药公司 为王明巨资购买了一个疗程 王明尝试着吃了以后 复查时果然有了好转 至此 他终于放下心来 把那种药当成了救命的神药 但还不到两个月 王明便出现了很严重的肾衰竭 当王明躺在床上 急需进行肾移植手术时 却发现王之号不见了 他气得发疯 大声质问着身边的人 王之号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怎么可能消失不见 一定是你们 你们中有人背叛了我 很快 他收到了一个信封 里面有一张B抄单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秦如已经怀孕快三个月了 王明一巴掌将他打倒在地 贱人 你为什么会怀上王之号的孩子 是不是你和他联手 想要害死我 秦如双眼含泪 不是我呀干爹 我被你收养后 一直把你当亲生父亲对待 我怎么可能背叛你 正在争执中 医生打开门进来 将特效药的检测结果 递给王明看 这个药根本就不是什么特效药 不仅如此 长期服用 还会对肾脏造成严重负担 秦如一脸不可置信地指着他 当初我把药拿来给你检测时 你明明告诉我 这种药确实对治疗尿毒症有奇效的 没想到医生一脸冷漠 秦小姐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你 玛丽也在一旁和王明说 那个公司我查过了 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不是有资质的治疗公司 秦如百口莫辩 无论他怎么哭喊 还是被王明找人关了起来 王明有头吩咐玛丽 你亲自带人去找 务必把王之号给我找回来 临时的一栋别墅里 王之号悠闲地游着泳 玛丽穿了一套水红色的比基尼 衬托得整个人越发妖娆 她躺在躺椅上 注视着王之号年轻紧实的肉体 脸上挂着丝毫不掩饰的垂涎 等王之号从泳池里站起来 他迫不及待把手俯上王之号的腹肌 好 我的房子住着还不错吧 王之号抓住他的手 嘴角挂着一抹邪笑 别急 晚上给你准备了惊喜 西餐 红酒 玫瑰花 对于英俊的王之号来说 要取悦一个女人实在太过简单 夜深时 她把玛丽的眼睛蒙住牵着她的手 带她走进房间 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 另一个和她身量差不多的男子取代了她 将玛丽扑倒在床上 气氛热烈 王之号却仿佛与自己无关 只默默转身退出房间 第二天清早 两人一同从床上醒来 王之号吻了吻玛丽的唇角 贿赂医生的事做得不错 我不想让秦如死得太快 知道了吗 玛丽靠在她怀里 好 你和你的父亲很像 一样冷漠残酷 那个女人 现在可是有了你的孩子 王之号用力咬住了玛丽的唇 她吃痛下 微微哼了一声 王之号拍了拍她光洁的后背 下次别说我不爱听的话 嗯 说完转身走了出去 玛丽回到王明身边时 一脸沮丧 对不起老公 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小畜生 不过 我听说婴儿肾可能引起的排异反应更小 既然秦如怀孕了 不如 她一边将王之号 事先告诉她的说辞说出 一边打亮着王明的神色 王明强打起精神点点头 吩咐下去 给秦如好吃好喝伺候着 等时间一到 就提前把孩子给我剖出来 她脸上挂着扭曲的笑容 不用担心玛丽 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逼她自己出来 很快 王之号便接到了电话 远在国内的杨明宇 突然失踪了 杨小在电话里语气焦急 他大概找不到别的人 分担他的担忧 即使知道王之号 已经离他而去 还是忍不住给他打了电话 我在一旁心疼到浑身颤抖 想也知道 杨明宇的失踪 和王明脱不了关系 王之号并未在电话里多言 不管杨小怎么慌乱 他都只是重复一句话 报警 让警察去处理 挂了电话后 他毫无征兆地 看向我的方向低声说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他站在落地窗前 眺望着远方 面沉如水 直到手机发出钉的一声 他看了一眼短信 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他拨打了国内的报警电话 十分清楚地将杨明宇的具体位置 告诉了警察 我和他并肩而立 听见他喃喃自语道 来而不枉非离也 既然你已经出手 我也不能落后啊 王明 当王明一觉醒来 听到手下人来报 说秦如消失不见时 当场便被气晕了过去 秦如手脚都被捆绑住 扔在房间的角落里 王之浩 看着肚子渐渐带起来的秦如 脸上却没有一点点温情 此时他泪如雨下 之浩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肚子里可是怀了你的亲生骨肉的 夫妻没有隔夜愁 我做错了什么你说 我会改 玛丽扭着腰 走到他面前 拍了拍他的脸 别装了 浩已经全都知道了 秦如终于收起了眼泪 面无表情地问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从你一直游说我 认亲开始 我就有些怀疑你了 一个普通女孩子 面对一个陌生的 每日跟在我们左右的壮汉 没有丝毫紧张和不适 你自己不觉得有些太奇怪了吗 王之浩勾了勾嘴角 露出一个没有温度的笑容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你既然是王浩最忠诚的一条狗 为什么会违背他的命令 怀上我的孩子 秦如不再挣扎 淡定地坐在墙角 呵 那遭老头说是我干爹 实际上一分钱他都不会留给我 甚至还会当着手下的面 吃我的豆腐 大家背地里都说 我根本就是他的小媳妇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命罢了 我没有你那么好命 遇到把你当亲儿子的人家 他拿我当狗 但我的孩子就不一样了 只要我能生下你们王家的血脉 他就能继承王家的家产 王之浩嘖嘖了两声 看来我们的目标很一致啊 都想要王明的命 秦如眼中燃起了希望的光 是啊之浩 我们联手杀了王明 然后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王之浩上前两步 掐住他的下巴 你觉得 在你故人撞死我大姨以后 我们还能好好过吗 他眼底不加掩饰的恨意 让我心惊 秦如的脸瞬间惨白 他没有想到 王之浩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一直在旁边坐着的玛丽 没有耐心再听两人叙旧 他微微笑着提议道 听说母亲和孩子是寄生关系 如果秦如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孩子一定会拼命吸收母亲身上的营养 来让自己长大 王之浩点了点头 嗯 每隔五天给他一点点吃食和水 其他时候就让他饿着吧 说完 两人不顾秦如在身后的哭喊 转身走了出去 玛丽已在王之浩身上 声音甜腻地问 好 我冒着风险帮你把这女人弄到这里 用不了多久 王明就会怀疑我了 你可得好好补偿我 气氛疑你 王之浩的电话 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之浩啊 虽然知道你可能不在乎了 但我还是想带我家明语 给你报个平安 警察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那群绑架了他的人 也全都被抓了 杨晓的语气中透着轻快 王之浩淡淡恩了一声 杨晓继续说 还有啊 那个撞了你大姨的肇事逃逸的司机 也抓到了 没想到他和绑架犯居然是同伙 也是难为名语了 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 这是同一个人的 哎 我们一家老实本分 也不知道是哪里招惹来的这些人渣 我看见王之浩的侯杰滚动了一下 在开口时嗓音有些沙哑 如果我说这些人是因我而来 你们会不会后悔当初收养了我 杨晓敏感地察觉到了王之浩语气里的低落 停止了序道 停止了序道 我心下一紧 生怕他说出什么让孩子伤心的话 他却一字一顿地说 之浩就算你大姨在这儿 也会告诉你 我们从未后悔过 你并不能为不先知 切莫自苦 王之浩缓缓挂断电话 一滴泪猝不及防滴落下来 玛丽抚摸着她的脸颊 没想到你脆弱的一面 这么惹人怜惜王之浩抓住她的手 很快调整好了情绪 不过 你确实有点让我刮目相看了 你是怎么坐到千里之外 那么快就找到杨明宇给警察报信的 玛丽好奇地问 早在我大姨去世后 我就悄悄在杨家一家人的手机上 都装了定位系统 只要他们在有信号的地方 他们的位置会实时发送到我的手机上 而且我早就算到 以王明的卑劣 他一定会用我的家人来威胁我 同样的疏忽 我不会犯第二次 发现玛丽的背叛 对于王明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因为玛丽不仅自己跑了 还带走了王明身边的很多精英 原本还能行动的她 直接躺在病床上 无法动她了 要不是她有一只强有力的私人医疗队伍 和先进的医疗设备 估计早就一命归系了 入冬时 秦儒也怀孕八个多月了 王之浩带着骨兽如柴肚子 却奇大无比的她 回到了王明身边 正在因为找不到 合适肾源的王明 骤然看见两人 忍不住第三下四地哀求道 求求你了儿子 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肾 我什么都愿意给你 在王之浩的哄骗下 王明将自己的骨拳 全部转让给了她 可惜临坐手术前 王之浩又变卦了 我改变主意了 不打算换肾给你了 不过我可以把秦儒交给你 秦儒很快就被带进了手术室 孩子被剖出后 立马被带去做各种配型检查 而秦儒却躺在一边 无人问津 没有人注意到她呼吸困难 面色轻紫 当医生高喊着 羊水栓色快进行抢救 我站在她旁边 看着她深深凹陷的眼窝 和瘦骨临寻的躯体 心里涌出一股恶有恶报的快意 或许是濒临死亡 她突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伸手朝我的方向挥了过来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 真的 下辈子我还可以做你儿媳妇吗 我摇了摇头 如果没有她 我还能活着 看我的孩子们 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也能伴我的孙子孙女长大 她的眼睛大大瞪了起来 高高抬起的 手重重落在了床边 我寻着婴儿的哭声 找到了那个刚出生的孩子 心下一片柔软 看她被各种仪器检查 来检查去 我心痛无比 孩子是无辜的 王之浩难道真的 要让自己的孩子刚出生 就缺少一个肾吗 检查结果显示 孩子的肾配型很成功 但是到了手术那天 王之浩却悄悄把孩子带走了 一个有先天脑病 刚刚去世的孩子 代替了我的孙子 手术结束后 王明的身体 很快就出现了排异反应 他也终于猜到 王之浩做了什么 他咽气前 紧紧抓着王之浩的手 儿子 你够狠 王家的家业交到你手上 我很放心 不过 你千万要小心 玛丽那个女人 她 可惜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停止了呼吸 等陪着王明浩 去参加股东大会时 看着风光无量 稳稳坐在上手的玛丽 我突然惊觉 纵情声色 一直都是她的伪装而已 抱歉了王之浩 你的股转转让流程 并不合规 提特才应该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的神色精明 丝毫不见平时的痴迷 手臂轻腻地挽着身边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 王之浩耸了耸肩 你想多了 我举报了公司有税务问题 今天我是带工作人员来核查情况的 说完 一群人涌进了会议室 玛丽花容失色 毕竟她之前一直是公司的财务总监 王之浩因为只是普通员工 公司一票人被带走时 丝毫没有波及到她 很快 她买了机票飞回国内 她买了一束我生前最喜欢的百合花 在我的墓前一坐就是一下午 大姨 我已经替你报仇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送你一程了 她的腿边放着一瓶酒 她一饮而尽后 压抑着哭声 将身上一直携带的护身符点燃了 神奇的是 随着护身符的燃烧 我的灵魂变得越来越轻 整个人越来越透明 她朝着我的方向微微一笑 看来那老头没有骗我 只要将和至亲之人的羁绊之物 一直带在身上 就能将它留在身边一阵子 她依依不舍地看着我 再见了 妈妈 原来她一直能看见我 原来她做一切只是为了帮我复仇 消失前 我看见杨晓和杨明宇也来了 杨晓抬手拍了拍王之号的肩膀 两个浑小子演戏演得那么真 害我没少长白头发 我这才知道 那个一直和王之号里应外合的神秘人 就是杨明宇 王之号下意识看了两人身后一眼 杨明宇黑了一声 放心吧 孩子我让我老婆给你带着呢 看着家人平安康健活在世上 我一手带大的两个孩子依旧情同手足 我欣慰一笑 抬脚迈向轮回之路 留学你带着想看了 有无疑存在案里面的 我一生都感觉看了 我也有一生都感觉看了